地点署29日上午9点多 直派调局干员 前往新竹县政府等地进行搜索 并传唤县长杨文科漏页讯问后 检方依涉及贪污等罪嫌 预令以50万元交保 去年底前县府公务处长江良元 涉及竹北天科案事件 一度积压禁建 直到12月才以30万元交保 外传检方侦办方向与这有关 设有贪污自罪条例之罪嫌重大 但无申请积压之必要 讯后交保新台币50万元 县长杨文科则强调绝对依法行政 因为侦察不公开 我会全力的配合调查 我们期盼司法可以还我清白 公正的来审理 杨文科天坑事件发生后 陈勒令建商停工开罚 建商也被移送侦办 如今自己却遭侦办 国民党召开记者会 也痛批民进党 今天再一次对一身清白的杨文科县长 来做调查 而且既然要求要交保 请问一下 过去在2017年2018年 台南跟高雄的天坑有几千个 请问有约谈的哪一位市长 杨文科今天仍照常上班 他表示将奋战到底 相信司法会还给他一个清白 记者和梦千里停息 新竹采访报道 官方和大家看见